我們生活了一段時間 而且這個儀器跟前兩次的不同 是因為第一次、第二次都是養父母、親生父母主動的儀器 那這次呢,他其實是在一個很平衡的狀態裡生活 但是這個平衡被一個外界的力量張其美給打破 所以對小波來講,這一次是不可能 就是他的心理狀態是跟前兩次的不一樣的 前兩次可能只是傷心啊或者怎樣 這次他一定是一個憤怒、外加、一帶、悲傷 他是有內涵情緒的一種狀態 好,謝謝